Hello, 大家好, 我是草根貓 今天想帶大家去我朋友開的漢堡包店 這間店位於啟德 在啟德站的道出口出 出了之後, 向左邊的方向走 大概走六至七分鐘左右就會到 沒有的了 Hello, Lenny 很久沒見了 過來聊聊天, 更新一下近況 你何時開的這間漢堡包店 我們啟德店是2月到現在的 在營運中 如果我們將軍澳店開就兩年半 哇, 將軍澳還有一間分店 對, 將軍澳哪裏 在將軍澳南, 近海邊那邊 哦, 海邊那邊 如果今天阿鐵在這就好了 對, 很久沒見過他了 你知道那天我去送機 我忍不住哭了出來 你去送機? 有啊, 我忍不住哭了出來 不知道, 很自然流露了出來 真的很捨不得他 他臨飛之前也來過我們的店 我們聊天, 其實我們都聊得眼濕濕 哎, 不要說了, 又說眼濕濕了 說兩句我現在已經想哭了 漢堡包店我真的身邊沒有朋友開的 所以我也想向你了解一下 八卦問一下 那你為何會想開漢堡包店呢? 對於這麼多的餐廳來說 為何會選擇漢堡包呢? 本身我們一班股東 對漢堡包都很有興趣的 我們自己都很喜歡吃 但是因為香港現在一般我們見到 無論是連鎖 或者一些見到的漢堡包 都是比較經濟一些 還有填飽了一套 是的, 但是我們就忽發其想 究竟如果我們自己下手做 可不可以做到一些既好吃 而又可以平衡到價錢的漢堡包 那我們就夾手夾腳做了這個 不如怎樣出來 哦, 明白, 明白 好, 問一下 那最受歡迎是甚麼漢堡包 我見到你們很多款 我剛才看了甚麼菜 如果我們比較主打 就是我們自尊漢堡 還有鵝公安格斯漢堡 是的 因為這個我們牛肉 是我們原件 由來到我們店鋪 我們自己切肉、碎肉 我們自己去調校這個味道 是的, 我們就跟一般坊間的伯格店 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不是主打我們的醬汁 我們是希望客人吃到牛的原味 是我們去搭配的一個牛的鮮味 是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主打 好厲害 我經常覺得開一間飲食業 尤其是現在市道一般 很老實 即是疫情各方面 真的不容易 是的, 因為你其實飲食業 很靠的就是 味道去留住客人 是的 這個就是我們不斷要去改進的地方 還有每一個不同的地區 適合的口味也會有些不同 所以我們在口味上 都會有些少少不同的調教 那我今天就不客氣了 我帶了貓根草 我帶電競貓過來 試完你這麼多的食物 好, 沒問題 吃多一點 好, 謝謝, 謝謝 好 雖然店不是很大間 但是整個裝修都很舒服 很有時尚感 就是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餐牌 它有很多款漢堡包 可以給大家選擇 還有每一款漢堡 還可以額外加錢加配料 就這樣看man料的照片 已經覺得漢堡包很巨型 大家自己想一下 需不需要加配料 剛才聽Lanny說 最受歡迎是 自尊漢堡和 鵝肝安格斯漢堡 另外店鋪還有很多小食和飲品 這麼快 漢堡和小食都準備好了 開餐之前 都和朋友說幾句 好棒 這裡的漢堡包 我看到都流口水了 先問你一個問題 我想問一下 好像我這些櫻桃小嘴 如果我吃這些 這麼正 這麼巨型的漢堡包 有什麼特別要注意 當然 如果你的口夠大 可以品嘗到 一口包和餡 一次過吃 當然保留風味最好 我們都有刀叉提供給顧客 例如女士想吃得優雅 可以刀叉慢慢切 可以分開一層一層吃 也可以 當然我們也歡迎男士 嘴巴夠大的 可以來挑戰一下 我們這個至尊漢堡 一口可不可以吃得完 我們全部的餡料 還有我想問一下 這三款 我看到都幾特別 在外面 就未見過這個 口味的漢堡包 那這三款 哪個最受歡迎 如果是我們店裡 最受歡迎一定是 我們中間的一個 王牌推介 我們一個鵝肝安格斯漢堡 我們一個 鵝肝配合那個 無花果汁 加上那個牛肉 裡面那個汁 混合在一起 是非常之合 我們有一點點豆苗 可以去解釋 有鵝肝的漢堡包 我也是第一次吃 它的賣相 360度 怎麼看都很有氣勢 鵝肝肥味 有厚身 很有邪惡感 安格斯 很有牛味 加上醬汁 整個包都很juicy 吃進口的口感 很有驚喜 和層次感 如果你是漢堡包的粉絲 但你未試過鵝肝漢堡 我覺得你一定要來試試看 黑松露和牛漢堡的漢堡扒 是用澳洲和牛做的 它加上一層黑松露醬 整個包的格調都提升了 和牛做的肉扒 油份會比安格斯多 再加上它是手打的 所以吃進口的漢堡扒 就會更加鬆軟 至尊漢堡的配料 都是傳統的漢堡包組合 但特別之處是很多層 夠厚 中間的煙肉煎得剛剛好 不會太硬 芝士有少許融化 令整個包都很惹味 如果你喜歡吃傳統的口味 但又想挑戰自己胃的上限 這個包都是不錯的選擇 小食拼盤有雞翼 韓國脆雞粒 洋蔥圈、薯格和一口芝士 有時會因應貨源 在拼盤組合上有少許變動 不過基本上大同小異 這裡份量這麼多 我覺得要三個人吃才能吃完 98元一個拼盤 又這麼多食物 價格都算是合理 All Day Beveridge 的份量成20足 我自己最喜歡炒蛋和腸 如果和朋友來到不想吃漢堡包 可以選一個All Day Beveridge 吃完之後應該都是All Day好飽 試了他們三款最受歡迎的漢堡包 感覺上每一個都是很夠味道 很夠份量 包本身甜甜的 加上各種餡料 口感非常豐富 我個人來說我比較喜歡吃鵝肝漢堡 因為我本身喜歡吃鵝肝 我覺得這個鵝肝加上漢堡包的組合 對我來說都頗有新鮮感 和鵝肝的油爆出來 你的感覺是很肥美 很滿足 不過好老實 這些這麼heavy的食物 真是偶爾來吃一下就算了 正所謂小食多滋味 多食壞肚皮 如果你想吃得健康些 這裡都有沙律給大家選擇 不經不覺認識Lanny十幾年 真是光陰似箭 朋友創業當然要支持一下 今次拍這條片 都是想介紹給大家知道 我朋友這間漢堡包店 如果你們看完之後有興趣的話 下次經過啟德又或者將軍澳 不妨試下我朋友這間店 好了今天的分享都差不多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